作者 第一财经 冯迪凡 当地时间18日 德国最新出台的技术人员移民法 下称移民法的第一阶段开始实施 这不只在降低第三国技术移民门槛的移民法 其门槛到底降到多低 德国海外技术工人官网以及德国政府相关网站显示 可以用德国 英语 西班牙语和法语 查阅相关移民法 内容相当细致 目前 德国劳动力紧缺 最受影响的行业 包括信息技术 IT 医疗保健 承包商领域和物流业等 2022年 德国的劳动力短缺达到了历史新高 德国就业研究所IAB发现 全德国有174万个职位空缺 在德国代理了近20年移民业务的移民律师阿尔伯特 对第一财经记者介绍 这次移民法改革中的受益群体是第三股公民 即非欧盟国家的公民 其中一大亮点就是 以前移民德国时的严格德语 要求此次被酌情处理 甚至取消 同时 此前在德国存在一些外国专业资格 不被德国雇主认可的障碍 此次也在不少学科中被取消 德国各行业缺人 德国移民法改革从11月开始分三个阶段实施 其中的第一阶段将使欧盟以外的技术工人更容易移居德国 随后的两个阶段将分别在2024年3月和6月生效 新法律旨在吸引外国技术工人解决本国劳动力短缺问题 该移民法改革旨在使第三股国民更容易在德国工作 根据德方估计 这将使德国的非欧盟工人数量每年增加600人 此次移民法改革 尤其侧重于受过职业培训和非学术培训的技术工人 同时 针对拥有大学学位的合格专业人士的现行规定也将放宽 与欧洲许多国家一样 德国正面临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 去年7月 德国IFO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显示 德国近一半的企业受到了员工短缺的影响 被迫放缓了运营速度 IFO的调查显示 服务业受劳动力短缺的冲击最大 首先是住宿和会展业 其次是仓储业 服务提供商和制造业 以及食品 数据处理设备 机械和金属制造业 许多零售企业 建筑公司和批发商也报告了员工短缺的情况 德国希望从欧盟以外引进合格的专业人才来填补这一空缺 但目前德国法律中较为典型的繁文入节 拖满了该国的移民进程 为此德国总理舒尔茨誓言消除官僚主义 提高德国移民系统的数字化程度和效率 我们知道只有拥有足够的熟练工人 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未来 经济效益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效率 在欧盟内部这并不困难 因为有流动自由 就世界其他地区而言 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门槛降到多低 11月18日开始的移民法第一阶段中 其移民政策的主要变化是什么 首先 新制度将是拥有专业经验 而非大学学位者人 更容易来德国工作 对于德语的要求可以取消 具体而言 来自第三国的高等院校和同等学历的人才 如果持有欧盟兰卡 EU Blue Card 就可以移民德国 而不需要再提供德语语言证明 欧盟兰卡是为希望在欧盟成员国工作的欧盟以外的人员提供的一种居留权 要获得欧盟兰卡 申请人必须拥有大学学位和满足最低工资总额要求的工作合同 此次 根据德国政府网站上的信息 为吸引移民 德国降低了移民薪资门槛 即欧盟兰卡普通职业和瓶颈职业的薪资门槛将大幅降低 未来瓶颈职业和劳动力市场新记录者最低年薪的门槛将降低到4万欧元以下 其他职业的工作门槛降低到每年4.4万欧元以下截至2023年 同时 德国方面还扩大了欧盟兰卡瓶颈职业的行业范围 除了此前的数学IT自然科学工程学和医学等之外 现在范围明显扩大 以下职业的技术工人 如果满足其他要求 也将能够获得欧盟兰卡制造采矿建筑或分销经理 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经理专业服务经理 例如儿童保育或健康服务经理 兽医牙医药剂师 护理或助产专业人员 学校和校外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IT领域 如果没有大学学位 但能够提供至少三年的类似从业经验证明的人才 也将能够获得欧盟兰卡 其次 德国将对工作经验和在本国获得认可的专业资格持 更加开放的态度 目前 德国对承认哪些资格有严格的规定 阿尔伯特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道 这条规定较为僵化 此前广受一些急需雇员的雇主的批评 而这条又同德语语言资格证书 是连在一起的 形成了一个闭环 此次德国对此进行了改革 改革后最大的利好群体 是此前已经有工作经验的技术人才 根据此次移民法改革 除了受限制职业之外 申请移民的人才 需要在原籍国拥有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 并具有至少两年的从业经验 就可以申请德国的技术移民 此外 申请者在德国找到的工作必须对口的限制也取消了 当然 医学 法律或教育等职业的技术人才 仍然必须遵守对口规定 第三 没有工作机会的人 通过机会卡在德国找工作将更加容易 具体而言 拥有学位或职业证书的合格求职者 将被允许在德国逗留一年 以寻找工作 在寻找全职工作期间 他们每周最多可工作20个小时 对于那些获得工作机会和认可文凭的人 规定也将放宽 工资门槛将降低 工人将更容易把家人带到德国 也更容易获得永久居留权 据悉 该机会卡将采用积分制 使拥有所需技能的工人更容易来到德国 该积分制将考虑学历 职业经验 年龄 德语技能 以及与德国的关系 如家庭成员在德国 每年将根据哪些行业需要工人来确定配额 申请该计划 还必须满足以下四项标准中的三项 学位或职业培训 三年专业经验 语言能力 或曾在德国逗留过 以及35岁或以下 目前该计划的具体细节 至少要到2023年年底才能推出